精度延近期出演了校园恐怖喜剧片 变形从少女们和学校怪谈尖叫纪念日 讲述了学校里的恐怖故事变成现实 一群学生为了生存而展开一场生死游戏 她在片中饰演一位 立志成为恐怖电影导演的少女 现实生活中也正经历着人生的新阶段 她为了宣传新片受访时 谈到了搜索团体Wikimiki解散一事 忍不住当场落泪 金度延表示虽然感到遗憾 但我们都必须往前走 她谈言全门都找到了各自喜欢的事 也为彼此的未来交由打气 金度延透露受访的前一天 前人崔友情还特别来看了首映 并给了她很多鼓励 让她意识到自己做得很好 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她表示自己不想一直带着遗憾 而是想要重新开始快乐的迎接新的挑战 虽然Wikimiki解散了 但金度延并没有因此消沉 展现出坚强的迎面 也获得了粉丝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